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被人攻击羞辱失败的时候 当如何回应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79篇 这一篇提到了因神的名得拯救 这是亚萨的诗 应当是被掳之后 以色列的名经历到极大的被攻击羞辱当中 向神的呼求 对正形结构 前后都提到了敌人所做的工作 首先一到四节 是外邦列国的攻击 这里提到了外邦人进入神的产业 污秽神的圣殿 是耶路撒冷变为黄堆 就是整个国家王国被掳 整个城市被毁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给 飞鸟为食圣名交给地上的野兽 而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 而外邦列国的攻击 最后十到十三节是求神 刑罚外邦列国 第十节以下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 愿你是外邦人知道 你在我们眼前生你不认流血的冤 求神来工作 为人生冤 愿被求之人的叹息 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 存入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啊 愿你将我们灵邦所羞辱 你的羞辱加七倍 归到他们身上 前面是邻国羞辱 这里是求神七倍归还 最后这样你的名 要呈现你知道 永远诉说 赞美你的话 直到万代 是的 前后都提到了 外邦列国的攻击 而上帝要做刑罚的工作 而中间呢 是呼求神 在这么大的痛苦中 诗人怎么祷告呢 第五节是询问神 上帝啊 知道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接下来六到七节 是求神来刑罚敌人 愿你将你的愤怒 倒在那些外邦不求 告你的国度 他们吞了雅各 而八到九节 是反过来 是求神赦免我的罪孽 第八节 求你不要纪念 我们先祖的罪孽 第九节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看到 诗人面对被攻击 亡国的羞辱的时候 一方面求神伸冤 求神工作 二方面是回到 自己的身上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的怜悯 慈悲领到我们 何等了美 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求神来怜悯我们 来奋心我们 二方面也求神捷径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 得蒙 宝血的捷径 成为圣洁无可 指责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遭遇困难 被羞辱的时候 一方面求神来 伸冤工作 二方面让我们这个人 在生命前 认罪悔改 成为圣洁 逃生喜悦的器皿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